有个布克在训练采访时说 张冠要追随KD的领导 他们不会为老大冠军内讧吗 布克接受采访说 要追随KD的领导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啥呢 这就是德文布克一个真正的领袖 他的分内知识 就是说你毕竟新来的 你为客我为主 那么我是不是要让你 有一种宾至如归至大 要不准说之前那会儿 我就认为德文布克呀 有大将之材 他有这样一种宰相的容忍质量 这也是非常难得 而且罕见的 尤其小年轻人 具备这样一种高的情商 以及呢 治理团队的手腕 说说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 要不准说太阳队 甭管说这支球队啊 未来走向何方 德文布克的队内位置呢 绝对是要15年不动摇的 德文布克 这年纪情形太有这个才华了 远见着实嘛 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呢 因为布克毕竟跟杜兰特当了队友了 他深知啊 那当年杜兰特是怎么对待 咱们是哈当的呢 你来之前 就是说这个 我都自己啊 没事私下跟你约个饭局啊 说难往如何如何好啊 你一旦来了之后呢 那就不给你好脸色了 你就自己的一个小弟 就是根包拎包的 一旦打了比赛呢 有困难你上 一旦分荣誉呢 你必须给我躲到自己的身后 这是当年杜兰特嘛 你要这么整的话 球队部就分崩离析了嘛 当年杜兰特 他就没有这种 足够的包容的心态 去能够分享 属于他的利益 他自己要全得 就其他人 但凡想要染指的话 当时杜兰特第一个站出来锁步嘛 最近当那会儿哈登 这京都MAP 杜兰特就站出来否定了嘛 其实就是否定 讲着玩 所以杜兰特考虑到 那之前杜兰特 他所率领的蓝网 是怎么分崩离析的 那不就是因为杜兰特 过于小肚鸡肠了 所以杜兰特不能学杜兰特呀 那这回杜兰特来了太阳的话 我说你是一句领袖 说你是一个leader 领导 这就是王好听了讲嘛 但是太阳队真正的领导是谁呢 谁都清楚 你杜兰特就是家里来写了 来客人了 说拿我家去当你自己家 是不是 你随便当你自己家那么用 你能信吗 那你也不能信呢 杜兰特就是有一种 宾主的正常的社交礼仪 很正常 但杜兰特你可不能说真相信呢 你要是真相信的话 那你就有点非分之想 那你就是个小人 说实话 对方刚给你点这种 这个人情之间正常的 互相之间言语成的温暖 你就当了真了 你就是个小人 如果杜兰特再次当真了的话 那不能当真这种事 就是你到任何其他人家里 做客不都是这样吗 是不是 不能当真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